複利堂皇的魚翅餐廳耶 很多人走到門口呢 就會卻不擔心摳摳帶不夠啦 不過鏡影今天推薦的這一家魚翅餐廳喔 它可是平易近人高貴不貴耶 而且呢裡頭的裝潢設計 絕對是顛覆你對魚翅餐廳的想像 走趕快跟我去感受一下這裡的氛圍吧 哇 進到餐廳裡頭好浪漫的氛圍喔 紫色的線帘 紅色的沙發 是誰佈置的 就是我 我還有我們的店的股東 還有我們現場的人員 一起想的 對 對 對 要讓客人用餐有一種那種浪漫的感覺 那想必這裡的餐點 應該也是非常非常浪漫的這邊 那我們趕快過去品嘗吧 好好好 這個就是我們平易近人的大牌式套餐 我們是中西餐合併 從和風沙拉開始吃 沙拉裡頭啊 還有這個蟹肉棒耶 蟹味非常的重 然後搭配那個 算是和風醬喔 對 很清爽 這個是開胃菜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到重頭戲喔 就是我們的大牌翅喔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牌翅有多大耶 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喔 也是非常的晶瑩剔透對不對 對 我們這個是屬於韋翅 俗稱的那種黃金鉤翅 絲絲分明耶 是啊 對 喔 很有嚼勁 嗯 非常非常的有彈性耶 對 很彈性 而且高湯的話 在處理的時候 也是經過我們四十八小時熬煮 我們是建議客人 先喝完了一半 然後再加上紅醋 就比較爽滑 兩種的湯頭喔 對對對 那再來咧 再來的話就是 紅燒智力鮑魚 非常的厚喔 我估計它有十公分耶 很有彈性喔 QQ 一口下去居然會有脆 跟軟的一個結合耶 是啊 嗯 然後再加上這個鮑魚汁 對 旁邊這個淋上的是比較甘甜的喔 我們是用自己的 那個蜜花下去調的 蜜蜜 蜜蜜 不能那麼講 再加上我們這個S.O.醬 哦 這個S.O.醬喔 恰如其分喔 它有那個香 辣 然後也很爽口 對 都有一個層次的口感 再過來就是起司龍蝦 這個是美國的龍蝦 哦 可以看到這個很重喔 是啊 肉汁 對 你看厚厚的 哇 而且你們是用比較西式的做法 對不對 對 我們是用 看一下 它的肉有多厚 哦 好結實喔 是啊 用焗烤的方式 就 其實很多年輕人接受度是很高的 是啊 虛擦的做法 接下來就是這個 是櫻花蝦炒飯 櫻花蝦滿滿的耶 上面鋪滿了一個櫻花蝦 那這裡面還有加什麼呢 蛋炒還有加上烏紙下去炒 要是要這樣搭配下去的話 攪拌起來吃的又 另外一種口感 蔡大哥 這個大牌式套餐 它真的很豐富 而且超便宜 我好想帶媽媽來喔 相親一下耶 是啊 而且店裡有做優惠的活動 第二套半價 聽服務生說 現在也有團購的 比較親民的價格 所以我可能下次會跟我朋友 一起用團購的方式 然後本來想說 那這種魚刺店 會不會都是年紀大的 可是我覺得這感覺 年輕人來也很適合 很高貴很優雅 很休閒這樣子 最主要就是來品嘗它的魚刺 然後我覺得它的湯頭各方面 而且它的魚刺也蠻多的 對 讓我非常的驚豔 接下來 我就要介紹給觀眾 更平民化的一個魚刺套餐囉 好 哇 超超超親民的 這個魚刺套餐出來了齁 雖然超親民 可是它的魚刺還是很多耶 是啊 這個是我們那個閃翅 閃翅魚刺上湯 它是屬於比較片狀的喔 對 那是一片一片的 可是還是適合到那個 濕濕分明的感覺耶 欺負剛剛你說的這個 熬煮48小時的精華湯汁下去 這樣一片一片下去 真的是好幸福喔 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黃酒豬排 醬汁也是這邊自己特調的就錯耶 是我們師傅自己特調這樣 豬肉它是屬於哪一塊部位的啊 豬肉排 嗯 很厚耶 酒香不實的散發出來你知道嗎 一樣套餐的組合呢都少不了 剛剛我們吃到的像是櫻花香炒飯 加炒飯啊沙拉 沙拉 智力鮑魚 另外呢我們的這個 飲料水果 甜甜喔 吃了這麼多東西啊 其實我真的很想 就是帶那個 XO醬回去 對 我們的XO醬是店裡自己製作的 過年過節的時候 很多客人把這個當作伴手禮 喔 蔡大哥今天這個吃的很滿足耶 而且有吃到有吃的啦 你看 伴手禮XO醬耶 你看我幫我媽準備喔 然後還有我的長官 然後還有我的 洪粉知己啦 謝謝你 對啊 嗯 讓你破壞啦 一點都不會 因為呢這裡真的是消費很平易近人喔 是 謝謝 謝謝 歡迎你笑自光臨 對啊 不只是我 我也相信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一定呢都要來我們的頂級魚翅 是享受我們的高檔餐廳 平價美食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